那我們今天確定的病例 本土有2例 那境外移入的47例 那47例裡面包含20例的落地採檢 那居家檢疫採檢裡面的有27例 那本土的案例這2例都是居隔間的 陰轉陽 昨天事實上 入境的人昨天是比較少 昨天大概總共有600多名的入境 那檢驗了423人 12個航班 有20個陽性 那陽性率還是稍微的高了一點 那這2天 我相信在過來這幾天 入境的人都會相對 比較少 也因為這個 因為3月7號 就會放 放鬆 所以過來入境的會少 可是 3月7號以後 可能人又會多起來 那所以我們還是要加強的注意 那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進來的查了6個航班 總共183 那有一名陽性 那這裏面今天新增的2例 都已經是居隔了 那陰轉陽的案例 那一個是在國小裡面的電腦 一個電腦老師的學生 20683 那在前一段時間 在這個老師 他們在 匡列的時候 就已經有檢驗 匡列 然後檢驗陰性 那現在是轉陽性 那另外是他的友人 這個20563的友人 20682 那他也是在那一波同時都被匡列 然後現在是陰轉陽 那整體來看 在桃園這個案例 事實上是 牽涉到了蠻多的一個 學校 那職場也因為家長 各個行業不同 所以這個案例也算是比較 相對的複雜 那昨天羅副也跟大家報告過 大概整體的源頭還是以20485 是比較有相對的可能性 那另外兩個CT值比較低的 那一個20620 他本來31.5 那二採32.7 那這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 變化 那20619 大概從比較高的CT值36 降到32.8 那看起來是在降 那看起來可能 有可能是比較新的案例 不過這兩個檢驗的實驗是不一樣的 那有一點不同的污差 也有可能 不排除這樣的污差所引起的 不過以這個數字 看起來 那有可能是 比較新的案例 還是整體的源頭以20485 或者20484 相對的可能性是比較高 那因為他這個匡列的非常廣 匡列的非常廣 所以 整體案件看起來並沒有 在往這個沒有匡列的人的方向 或者那個人去走 目前看起來是相對的樂觀 那其他的案例 也都沒有 我們現在大概在釐清的案件 真的是維持這六例 一個是這個案子 另外當然有這個 等於是大家常常講 從板橋的家庭群區到 這個刷刷鍋 這個案例 另外是我們常講的台北設計師 那台北設計師這個牽涉到了幾個 一個是從房屋的代銷 那另外一個是 宗教團體的群聚 那房屋代銷跟宗教團體的群聚 那這個看起來已經也穩定了 那跟這設計師有關是同餐廳 同時間 他的一個足跡的重疊 那現在還要再觀察 那另外有三個都是個案 一個是 就是一個 有一個台中的一個驗船師 那兩個是我們的 加強版的防疫旅館的護理人員 那這個相對到現在目前都沒有看到新的 雖然他們的 基因的定序都互不相同 而且跟我們既有的基因定序是不同 可是目前看起來沒有往旁邊的在走 那相關的一個匡列跟檢驗也都是陰性